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什么是假恶仇 什么是值得肯定和赞扬的 什么是必须反对和否定的 一起来践行和守护我们共同的梦想 每天中午12点 感受文化的力量 点击热事件搜索瑞观点 这里是每天中午12点和您准时相约的文化政务 我是龚言 离阳年春节还有一段时间 但是电影市场的争夺战已经提前打响了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 目前有9部电影宣布将在2月19日 也就是大年初一上映 电影中有喜剧题材 像成龙主演的天降雄狮 也有魔幻题材 像陈坤李冰冰主演的钟魁伏魔血妖魔灵 也有法国知名导演让亚克阿诺指导的狼图腾 也有真人秀电影爸爸的假期爸爸去哪第二部 还有粉丝电影小时代四等等等等 春节档的热度直逼暑期档 大家为何同时看中了春节档呢 主要是因为这几年春节档的票房成绩实在是相当的好 非常惊人 当然这还得归结于电影西游降魔片 龙年的初一 两年前西游降魔片上映 最终拿下了12.46亿元人民币的票房成绩 创下了国产影史的第二位 有人说了啊 那是因为这电影上好啊 周星驰有票房的号召力 和这春节档期没什么关系 那我们再来看看马年正月初一 有六部电影同时上映啊 里面包括了大闹天宫三D版 霸道去哪了 澳门风云等等都取得了出乎意料的成绩 大闹天宫的票房更是高达十个亿 有阶内人士说啊 如果不是在春节档那票房绝对达不到这么高的数据 春节期间 到电影院看电影的人实在太多了 这背后透露出什么呢 透露出人们呢 过年方式的改变 电影的出品方正是看准了这种变化 才选择在春节推出自家的影片 而扬言春节档的另外一个特点 就是类型多样化 啊 你会看到有魔幻的亲子的喜剧动作 文艺美食爱情等等 可以说是丰富多样 这也很符合过年的特点 大家都辛苦忙碌了一年了 春节回家和家人一起团聚 开开心心 过个年 这个时段更需要一些喜庆的热闹的温暖人心的作品 因此啊 超级大作 合家欢 喜剧幽默等等类型的电影 会在此时更受青睐 比如说啊 成龙主演的天降雄狮 既温暖人心 又真正成龙式的幽默 适合小孩 也适合成年人 而且观众除了可以看到成龙 里边还有阿德里安布洛迪 啊 有约翰库萨克 有崔史元 筷子兄弟等等的明星 也可以看到很多大场面啊 激烈的动作戏 并且感受回家 这个中国人过年心中最为关注的话题 reload good good great general Tiberius had enacted a plan to unify the Silk Road all of the 36 nations have acquiesced and you retire my people you go I need a place to think kill him I will let you live We are friends I want to help you This is not your business I beg of you Spare him He has committed no crime Of course he's committed a crime It's a crime It's that he took the place in your heart That belonged to me 鐘魁伏魔 雪妖魔灵 也是以奇幻题材和大明星阵容而广受关注 你要杀我吗 千年轮回江陵 魔戒不会生世 到了天室 到了今生 值得吗 钟魁 时辰之后便是月圆之力 要我定乎披死抢夺魔戒之力 我会赐用你更强大的力量 我叫雪琴 从西域来 百人手用天气 必被兴起所伤 我斩妖神 只为斩妖触魔 从中我们不难看 春节档中受欢迎的影片的特点 用电影杂志编辑部的主任杨天东的话来说 那就是 春节档影片肯定不是针对专业电影观众的 而纵观近两年的春节档的高票房影片 几乎都是口碑不高 受到了像制作部基因缺乏心意的诟病 尽管如此 杨年大年初以影视的激励竞争 还是被业内人士认为这是一件好事 北京合同世纪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唐雪薇 是这样来认为的 对电影行业而言啊 这可以刺激票房总体量的攀升 也可以促使电影在品质方面有提高和进步 电影杂志编辑部的主任杨天东则认为 这是中国电影整体票房潜力和院线分布向好 整体态势向上走的表现 大浪逃杀可以为将来中国电影更加专业化 类型化寻找目标市场和观众 提供更多的经验 死掉的可以帮助活着的更好的活 2015年虽然开年了啊 但是已经被不少电影迷寄予了厚望 甚至有人说啊 2015年是华语大片年 那么这一年有哪些电影让人如此期待呢 影评人韩昊月用一个词来概括这些影片 那就是新鲜啊 咱们一个一个来说 首先说说两位大导演 侯孝贤导演的叫做聂忍娘 和陈凯歌导演的道士下山 都会在这一年登上大荧幕 这二位导演呢 是公认的文艺片导演 如果说这两部电影的成功 将会为华语片的商业和艺术结合之路 进一步的探明方向 高票房电影不再是鱼龙混杂的代名词 这样部电影呢 还代表了古装武侠片的趋势啊 以往古装片呢 喜欢追求大历史大人物 结果呢 往往把作品搞了大而无道 基本的叙事都无法搞定完整 都无法没法让它看起来 非常完整 而新派的武侠片 从听堂庙语转向了江湖传奇 这是符合当下年轻观众审美潮流的 而以寻龙诀啊 吹灯传说之 精觉古城为代表的奇幻冒险电影 同样的新鲜 中国的魔幻电影创作方面 已经具备了基本的想象力和技术实现的能力 欠缺的是如何把影像做得更加大气一些 把故事说得更加通畅 更具历史感 更具史诗感 不过呢 影评人韩浩月也说了哈 对于这类电影还应该谨慎期待 理由是这样的 原著小说是畅销啊 虽然会为电影带来一些目标观众 但从原著到电影 向来是一条漫长难走的路 特别考验编剧和导演的能力 鉴于投资规模 制作时间等一些因素 这个类型的作品正常来讲 还需要五到十年 甚至更长时间 才能诞生成熟之作 令人意外的是啊 在2014年成为绝对赢家的青春题材 今年并没有乘胜追击 万物生长和何以生肖末 是今年少数值得关注的青春片 但这两部看上去取材比较新鲜的电影 和去年取得票房佳记的 同桌的你聪聪那年 小时代三后会无期在卖相上商比 明显要逊色不少 当青春片不再以文艺怀旧为主打 是否依然能够把观众信金冤线呢 这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了 诸多大片之中啊 最不新鲜的啊 应该算是徐征的人在窘途之港窘了啊 听着名字就知道肯定上香港玩去了啊 也是唯一一部不用看就知道是什么风格的作品 虽然不新鲜 但是呢 有太窘的超高票房背景 有徐徐征王宝强黄博这吉祥三宝主演 港窘依然是2015年最不容忽视的电影 只要主创团队发挥正常水平 他仍将是年度最赚钱的电影之一 从片单中啊 我们能够直观的看到的是新鲜 多来自电影在选题方面的独辟蹊径 此外呢 和2014年的电影不一样 2015年的电影整体看上去 情怀感和文艺浓度都大幅上增了 这也是所谓的华语大片年 那说法能够成立的地方 要知道啊 只有高票房没有优质电影的年份 是无法被形容为大片年的 接下来就要看这些电影 能不能赢得观众的掌声了 从娱乐到追求心灵的冲击 中国的观众的观影心态也在发生着变化 所以电影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电影如何保持新鲜呢 影评人韩浩月是这样认为的 电影的新鲜感 不能再简单以视觉听觉来组成 更要在思想思维方面 对观众能形成引导力 引领力 在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面前 华语片拥有和进口大片平等竞争的最好时机 受本土观众的厚爱 华语片占据了母语优势 更没有理由继续陈旧迂腐 懒惰的生存下去 华语片来给我们一些更新鲜的刺激吧 这两天啊 一位被媒体命名为农妇诗人的于秀华是火了啊 这个湖北恒建村的农妇 写了16个年头的诗 终于被大众认识了 不过呢 媒体和读者更愿意再解读他之前给他贴上了脑瘫诗人底层等等的标签 脑瘫病症 农妇啊 爱情主题 异地 这些颇具显著性的要素 急于于秀华一身 加上媒体的大力推介 他想不火都难啊 脑瘫诗人的标签未必能够让诗坛增加活力 但这匹黑马的出现给公众带来的冲击力却是有目共睹 其中的原因在哪呢 中国青年报的文章进行了一番分析 首先文章说啊 脑瘫诗人的称谓不够哑观 甚至有点低俗和不够尊重的人 但每一个了解于秀华身世的读者 很快会发现脑瘫诗人只是一个符号 他给人的更多是励志的意义 于秀华的智商系数可能不及常人 但他的语言天赋引人瞩目 他的毅力最终成就了他 人们热议脑瘫诗人应该看到的是自己的不足 而不是简单的围观当事人的智商指数 我们每一个人都很普通 却都有着某些过人的天赋 如何用坚韧的毅力发挥这种天赋 于秀华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好的榜样 而这文章认为应该是他被热议的重要原因吧 还有啊 人们在议论于秀华的同时呢 自然也联想到了当下的文坛 我们不发作家 但问题在于众多作家里 躺在昔日履历上睡大觉者不在少数 靠溜须拍马度日者也绝非个别 至于某些市场化的作家 通过不同程度的商业炒作来抬高自己的身价 也是不容否认的 这样的作家多了 作品难免过度商业化 但这样的文坛 产量不是问题 但是好作品却并不多 脑瘫诗人受热议 无形中让不少人感叹 虽然我不懂诗 但是感觉自立行间很有冲击力 感觉跟孩子的诗很像啊 文字很干净 感情有冲击力 很久没读到这样的诗了 这是很多的评价 进而呢 人们发出了 让诗歌回到诗歌 文学归于文学的呼吁 并且痛斥 现在文学好多都被商业利益所侵蚀 中青报的文章认为啊 对文坛不景气的郁闷 想必才是余秀华为热议的主要原因 当然也不排除公众的某种猎奇心理 如果不是脑瘫农夫等等的标签 可能也是误导不了那些对文学不感兴趣的人的 这样呢 脑瘫诗人的热度难以持久 也就在所难免了 中青报最后是这样来总结的 有些人的名气可以天长地久 有些人的名气只存在于某个特定时段 而后者的意义在于 能在短时间内提出一个重大的现实命题 这同样非常了不起 从这个意义上说 我们该感谢平凡而又了不起的女性 于秀华才是啊 文汇报的消息 2014年年底 某出版社在与各家书店接单的时候 发现其出版的莫言多部小说遭到了退货 退货量高达950万元的马羊 占总印数的10% 950万元马羊被退货 按照每本书定价40来算 意味着在过去一年之中 有23万册由某出版社出版的莫言作品 到了书店 但是没人买啊 直接给退回来了 这个消息多少让人觉得有点吃惊啊 一方面呢 由他作品改编的电视剧在热播 而另一方面却遭到了退货 这次文汇报的文章认为啊 这是因为文学和影视的关系发生了改变 文章说啊 文学正在失去曾有的引领地位 表现之一就是文学和影视的关系发生了转化 文汇报文章引用了上海文艺出版社总编辑的话 以前啊 这影视剧借助文学而改编 现在影视剧的改编还有多少依赖小说呢 曲歌的电影《智取微虎山》和郑小龙的电视剧《红高粱》 都和小说原著相差十万八千里 我们甚至也可以从电视剧里寻找到 可以改编成长篇小说的题材和作品了 而中国作协副主席评论家李静泽 则从文学本身谈到了自己的看法 与其说我们要求这个世界为文学留出位置 倒不如说啊 文学需要证明自己的声音是有价值的 这声音在所有其他的声音之外 依然值得倾听 能够告诉我们只有文学才能发现的真理 只有文学才能开辟的人类精神生活的区域 马克思对于巴尔扎克狄更斯等等 十九世纪的小说家是这样来评价的 关于当时的社会状况 他们提供了比政治家 道德家和新闻记者还要多的东西 李静泽说 这个评价至今没有失效 今天的小说家仍然要思考 什么是那个还要多的东西 那个还要多的东西在哪呢 接下来说一个轻松的音乐话题啊 关于李宗盛李大哥 所谓的经典和怀旧几乎成为了近年来演出市场的不二法则 从09年李宗盛罗大佑周华健张正月组成了纵冠线乐队的巡演开始 这股怀旧风便吹了起来 第二年的滚石三十年演唱会 又把全世界歌迷的怀旧热情重燃了一把 到了李宗盛2013年发行山丘展开了既然青春留不住演唱会的巡回 变成了这股怀旧风的集中爆发 到上周末还是做个大叔好 看看黄牛的生意便能知道李宗盛的吸引力是依旧未减的 即便这演唱会已经被李宗盛任性的定义为 既然青春留不住 还是做个大叔好 这大叔几十场巡演 也没有削弱他对其他大叔大婶们的好力 我很多朋友跟我一边大也去看了 说明我们可能也奔向了大叔和大婶的年纪 而且对于李宗盛的这群60后70后80后的听众而言 他们不一定能够像当下的追星族一样 对偶像所有的作品如数加珍 他们只要知道台上站的这人是李宗盛 唱的是他们耳熟能详的经典 这就够了 可这话又说回来了 如果说怀旧风这件事席卷了整个演出市场 又何以只有李宗盛如此具备号召力 《新京报》的文章做了解释 文章说除了积攒在歌迷群中逐渐高涨的怀旧情绪之外 有关李宗盛周边的一些新闻宣传 无论是搭上李宗盛的还是搭上山丘的 在2014年逐一释放 维持住了李宗盛这个品牌的吸引力 最大传播度的几个事件点 相信你我也都记得 一个是李宗盛的手写稿 那是李宗盛在广州某酒店之中 反复修改写写图图 创作完成的给自己的歌 这首歌 一个是某运动鞋品牌 联合李宗盛拍摄的概念短片 维持了长时间的事件热度 而山丘异曲分别在年终年底两个颁奖礼上 秒杀众人的气势压迫使然 年终的25届台湾金曲奖上 山丘得到了最佳年度歌曲和最佳作词人 年终的第十四届华语音乐传媒大奖 山丘额外又拿下了年度最佳作曲人奖 我没有可以隐藏 也无意让你赶伤 多少次我们不醉不欢 咒骂人生太短 唏嘘相见很晚 人与人把装苦慌也不管 遗憾我们从未成熟 还没能晓得就已经老了 尽力却仍不明白身边的年轻人 给自己随便找个理由 向亲爱的跳动命运的左右 不自量力的还手 痴痴痴慌恍秀 越过山丘 虽然已白了头 喋喋不休 是我与的哀愁 还未如愿见照不休 我们就把自己先搞掉 越过山丘 才发生无人等候 喋喋不休 再也还不回了温柔 除了以上这些 一些社交网络上盛传的真真假假李宗盛写歌的故事 一些人们乐意去追随 而且诞生于李宗盛的歌词之中的情感文章 都在帮助这个大叔巩固个人的品牌号召里 如果不是他亲自出马 又在演唱会上抖一些歌曲的创作背景 那些真真假假的故事 可能还要继续流传 现在一次也都搞清楚了 比如说 那时候领悟并非为新小琪量身定做的 还有令人唏嘘的李宗盛第二任妻子林一连 当爱意成往事 在台北演出后就有视频传出 而在北京演唱会 看过这段完整的隔空对唱的表演设计之后 真的足以洗刷掉李宗盛消费林一连的误会了 由此文章总结到 在实体CD销量已无人提及的当下 从唱片热卖到演唱会票房丰收 李宗盛再次证明了好的作品和好的营销 密不可分这件事 活该那么高的票房 就被这个年近六十的大叔给串来了 李宗盛会写故事 更会讲故事 下一次他开唱 还是会让歌迷挤破头 来听他讲一讲诸多歌曲背后的创作秘密 这就是李大叔依然被人追捧的秘诀吧 好 以上就是今天本话正午的全部内容 点击热视剑搜索瑞观点 我是公言 明天见